长春藤盟校 也称长青藤盟校 是由美国东北部的八所历史悠久的顶尖名校组成 它们分别是 布朗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康奈尔大学 达特茅斯学院 哈尔佛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耶鲁大学 这八所大学最初因橄榄球等运动项目而结盟 但是现在它们都以名声显赫的学术成就而撑住于世 是全球众多学生的梦想之地 长春藤是每一个人的梦想 如何申请到长春藤 或者说是长春藤青睐什么样的学生 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作为学生的基本义务 就是你的学习成绩 学习成绩几大方面 它要考察的你的从中学到高中的你的一个学习成绩情况 也就是你的GPA 你的各项课程的成绩如何 主要是说牵扯到你的各项的基本的成绩 基本的成绩最核心的当然是数理化英文这一项最核心的成绩一定要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换句话说满分最好 在中学成绩这方面给大家的建议 开始准备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没有人保证直接上来就可以保满分的 所以准备的时间尽量长一点 那么当然也要注意一些个策略 那么策略方面的话 托福 SAT 当然有专门的这些个培训机构来进行指导 建议大家 总之这种应试考试的话 做题在我看来还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那么你区别于其他人的 你unique的地方就是你的课外活动 那么课外活动的话 除了简单的说像参加敬老院 帮老奶奶洗脚梳头 这些最基本的 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吸引力 我更给大家一些个 一定要找一些个自己不同寻常的一些个事情来参加 这几边又有分很多方面 一方面是社会活动 社会活动的话 比如说是举个例子 你去非洲支教 那要比去贵州支教 比去西藏支教要好 对吧 所以说你的这个社会活动一定要更有吸引力 这是社会活动方面 个人素质方面 那么你当然你会钢琴10级 对吧 那么你会拉小提琴 你获了很多音乐的奖项 那么你会打篮球 你篮球很好 你会打乒乓球 你会打网球 网球你是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称号 是运动员级别的 那这些个基本的素质 也就是说尽量要达到一个顶峰的这么一个状态 还有最后一类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参加了 也是中国人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参加各种竞赛 那各种竞赛的话 建议这种省级的国家级的话 当然要参加一些 最重要的是要参加一些个世界级的 它其实的话 世界级的一些个活动 其实是很多都对这个留学生开放的 对国际学生开放的 对中国学生都是敞开大门的 只不过说是咱们中国人很大情况下 局限于自己的国内的一些活动 那么这些个活动的话 大家可以在一些个国际组织 甚至像联合国的一些网站上都可以看到的 这些个活动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比较区分于你和其他申请人的 区别于你和其他申请人的最最核心的 就是最后一部分了 因为所有的申请人 他既然敢申请 他的成绩已经足够好了 那么长春藤更看重什么呢 其实他更看重你作为一个人 作为一个个体 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以及你将来对这个社会的贡献 这个是他非常看重的一点 也就是说你的个人的心理 个人的品德 这方面的影响 其实对于你来说也是很深入的 举个例子 那么有这么一个学生 他在向哈佛大学递交申请的时候 他这样说到 说我的父亲当年是一个和尚 那么由于各种各月还俗了 那么我的家里呢 从小受父亲的影响 对佛教 对宗教有非常深刻的认知 有非常深刻的认知 在这种认知的情况下 我的心是非常慈悲的 怀着对世界一个非常感恩 非常慈悲的一个心态 所以的话呢 我的未来的理想也是要申请 关于宗教 关于神学这方面的一些个课程 那我的理想就是以后要传播 宗教 传播佛学 让这个世界了解这个宗教 让普罗大众有一个更加慈悲的心态 那么你想 那这就是一个非常unique 非常不一样的背景 当然不是说鼓励大家编这样的故事 因为这是要基于一个事实的 但是从这个例子里面可以体会到 这个申请人是非常有一颗慈悲心 是非常热爱这个社会 并且希望把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当然他并没有说通过说我要学习计算机 学习物理化学 通过科技的方式改变世界 但是他通过一种人文 一种思想的方式 他要改变这个世界 这个就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一个思路